總統大選其實是攸關 我覺得是整個 我們國家的未來 而且其實對國民黨來講 也是生死存亡了 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他國瑜出來選總統 機會應該是90%以上 為什麼 又加碼了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相信 他應該是會以國家興亡為極任 他這個人其實 當然因為過去我當他發言人 其實當他發言人 其實沒有那麼辛苦 因為就是他其實都是 胸有成竹的 他演講的東西 他的稿子都是自己準備 我們其實就像上次的 在選前黃金州 發生了一些意外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跟他提醒說 吳主席之前講了一些什麼東西 他說他知道 然後他沉思了之後 後來他上台去 他馬上就做了一些處理 那也處理得也很漂亮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覺得韓市長 我們其實是對他有很深的期待 但是我覺得黨中央 尤其是李哲華主發會的 最好在這部分 就是不要 因為其實負責選舉的 你覺得李哲華是 他自己想這麼發言 還是有高層受益他這麼發言 我覺得是他自己要這樣子發言 我覺得他這樣發言就是不恰當 因為在負責這個選舉的 尤其他又是初選委員會的 七人小組之一 因為其實像去年我們在選 我跟韓國瑜在拚 所以他的政治敏感度這麼低 他明明在負責這麼重要的一個選務 他政治敏感度 我完全沒有選舉細胞 然後自己用自己的意思 講了這麼重要的 選務不怕得罪所有的立委縣市長 對 我跟大家報個料 當然這個現在吃過禁籤 我本來是準備在我寫回憶錄的時候 講的 但是我要講出來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其實主發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 在去年其實我跟韓國瑜一起到中央黨部 我們接受協調的時候 其實現在可能將來的總統候選人 也是會有一個協調的一個機制 協調機制的時候 其實是周永全副主席 然後還有我們郝龍斌副主席 然後李澤華也出來 杜建德也在場 我們幾個在那邊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還有就是一個地方黨部的主委 地方黨部的主委 在那個時候我們開協調的時候 是誰 韓國瑜 然後所以在那個簽 簽報到列席的那個 就是出席的簽的那個表的時候 韓國瑜在上面簽 然後下面候選人 我簽完之後我就 韓國瑜先簽了 候選他簽 然後要輪到我簽的時候 其實我拿了單子我就說 你們不要信韓國瑜不易 因為他又是協調的成員 然後他現在又是候選人 候選人 求援兼裁判 所以我就說這是欠他與不易 這個就是求援兼裁判 那為什麼不能夠 韓國瑜就請假 然後讓副主委 那個時候是始終議 讓他來參加這個會議簽 戴韓國瑜簽 然後我跟他兩個人都是候選人 結果現場 李澤華就說不用這麼麻煩 這個就是協調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其實 這個就是重點 你要當一個主發會的主任 你必須要公正你知道嗎 公正是很重要 即使你背後是希望誰做 但是你在那個位子上 你要公正 要挺誰的挺誰 讓我們吳主席好做事 我覺得這非常不恰當 可是他講完了這樣的話之後 吳主席也沒有制止他 就是說大家不要這樣做 顯然讓這件事情 持續的發酵中 讓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黨中央的意思 黨中央要黨籍立委 要立委參選人 要縣市首長通通跳出來說 你支持誰 如果主發會主委說了這個話 黨主席沒有制止他 不就代表黨主席 也默使這樣子的做法嗎 不是嗎 對 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是 不是非常的理想 不過我最後要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其實韓國瑜現在決定要延後 跟吳主席見面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這是比較 正確的一個做法 原因是因為大家不要忘記了 民進黨的候選 他們中職會 他們全民調就是4月15到17 全民調之後 其實可能隔一天 就4月18 也就是韓國瑜從美國回來的那天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就定調了 就知道是誰 今天其實在這過程裡面 如果是民進黨候選人先出來 然後國民黨這邊韓國瑜決定要選 或者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都會比較好 再加上說他到美國去 他這個行程裡面 其實非常的緊湊 整整的七天的時間 他至少要三場的公開的演講 還有做談會 還有招商 還要跟僑胞見面 那行程是排得密密麻麻的 但是其中當然有一些行程 可能就是跟美國的政要 或者是某大使 甚至AIT前主任這些見面 我覺得這個其實 他如果去美國這一趟回來的時候 我相信是可以增加他很多的信心 而且給他加持 我覺得這樣子 僑胞一定是給他很多的 很多的鼓勵跟加持 這樣子之後 他再決定要不要參選 然後跟吳主席見面 我覺得這樣子是會比較好 整個這樣子的安排下來之後 我覺得整個我們國民黨 應該就到那個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圓滿的一個結果 當然到時候 如果是他決定要出來選 我覺得他應該九成的機會 是會出來了 因為現在的民調 如果他不出來 其實柯P可能都 就是撒卡都的情況下 柯P還是贏朱立倫 除非朱立倫我們有辦法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能夠把他的聲勢做起來 但是很可惜就是他現在沒有舞台 他現在只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也不像韓國瑜是一個市長 所以因為沒有舞台的關係 所以你看 不好意思 我稍微講一下 就像4月1號愚人節的時候 我看到他在愚人節的臉書東西 還有我們王院長的4月1號愚人節 我其實覺得滿悲哀的 因為如果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自我輿論 自我調侃自己 然後到最後被網友罵到那個地步去 其實我覺得 就滿可惜的 我覺得其實政治人物有時候 還是要有一點自己的風格會比較好 不是 陳偉那怪誰呢 不是有人去逼他自己要這樣做 那怪誰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 因為已經沒有那個舞台曝光的機會之後 他當然就是只好在每一個 可以的那個 可以消息新聞媒體曝光的地方 他就會比較 英文叫desperate 就是會比較拚命的 有點就是要這樣子 去尋求曝光的機會 就這樣子反而又給網友吐槽說 你這次又見到阿嬤了 還是阿嬤了誰 所以這個就 我覺得其實那是 反而事實上不是很好 黨內互打 其實我是非常不樂見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國民黨沒有分裂的條件 首先我要回應一下 這個我們原知的意見 我跟他一半相同一半不同 我跟他相同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覺得沒錯的確是 當韓國瑜講了 我到底要不要選以後 那麼吳再去見朱跟見王 對不對 因為坦白講 韓國瑜如果都沒有說要選 那吳跟朱跟王要談什麼 那朱跟王就會說 他又沒有說要選 那我現在退 不是很奇怪嗎 就是說我根本不知道 這個人要不要選 那你叫我退就是 那萬一我退了以後 他又不選怎麼辦 那重新我再加入 這個是我同意原知的看法 但是我跟原知的看法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原知可能認為說 吳會先把韓國瑜推出來以後 推出來以後 然後韓國瑜不選 然後吳再自己上 我認為這種可能性 低過於3% 也就是接近0的可能性 因為我相信以吳的政治智慧 除非今天你認為他是一個 一點政治智慧都沒有的人 才敢去玩這一招 老百姓不是白痴 當你今天吳用韓出來糊弄完了 把這個朱跟王給弄退了 然後說我自己上的時候 我跟你講吳不用選 真的吳不用選 因為是國民黨不用選的 對 國民黨不用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是不存在的 當然這個李澤華這個講話 並不太適當 就是說你等於逼著所有 西韓的全部都要選邊站 你讓西韓的很為難 是不是 我到底要選哪一邊站 當然這個現象也反映出來 黨中央的為難 就是說黨中央說 我現在好為難 現在變成所有的東西 就卡在我這裡 我一方面我要問韓國瑜要不要出來 然後一方面又要承受很大的 好像這個朱跟王的所有的後座力 都打在黨中央的身上 他可能就是 李澤華為黨主席分憂 這不就是黨中央的職責之所在嗎 對 是黨中央職責之所在 但是現在就會 大家可能都會對黨中央不滿意 會發現所有的人都對黨中央不滿意 所以黨中央可能也是 在做一個求救的訊息 所以我認為 其實我也認為韓國瑜是會出來的 韓國瑜會出來 他去美國回來以後 等去了美國以後 整個大方向更加明朗以後 我覺得他出來 他回來會做一個宣布的 可是我也要呼籲 不要這個時候去打豬跟打王 挺韓也不需要去打豬跟打王 豬跟王都是國民黨裡面 非常有實力的戰將 這個時候去把他 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天天拿著棍子去打豬跟打王 我覺得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你朱立倫在韓國瑜 說沒有要出來之前 他登記參選 請問何錯之有 一點錯都沒有 也不要光說豬跟王 我覺得也忽略了 這個周錫瑋縣長 人家也有出來 雖然說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情況 是目前到現在為止 當然民進黨現在的狀況 是一塌糊塗 還有一個什麼霸王條款 我們國民黨更要穩住正腳 在人家一團混亂的時候 你自己黨內互打 我覺得真的是讓我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講 心理非常的誤阻 非常的糾結 其實支持韓國瑜 跟不一定代表 去傷害其他的可能的參選 其實都是 我都覺得是國民黨的一軍 只是支持度有差別 就是這樣 真的最後一定 國民黨要團結打選戰 所以我真的也奉勸說 不要因為在支持誰的同時 去傷害其他人 我覺得這對國民黨 未來其實反而是不利的 我補一句話 朱市長現在應該做的是什麼事情 打議題戰 這4月1號的這個圓圓節操作 他當然想清明 想博得群眾的一個好感 這無可厚非 但是我覺得現在打議題更重要 包括中天被整肅的議題 對不對 包括NCC不中立的議題 太多太多議題可以打了 我覺得朱市長要展現 你是藍軍一軍的這個魄力 就是現在要帶領的藍軍 跟黨中央分頭並行作戰 讓大家看到 國民黨的戰力之所在 肯定朱市長人會越來越多 NCC的事情 然後死刑的 包括兩岸的 其實已經講了大概六七次 都直播了 我覺得為什麼 現在大家關注度比較低 還是回覆到 剛剛黨內互打的情況 就是因為就像你講的 挺韓的人就不支持朱 所以朱在講什麼的時候 就常常來這邊亂 你就怕朱立倫民調突然變高是不是 也不是 就是他們就是 就是有一種心態 就覺得說 韓不能出來是因為朱跟王關係 其實完全不是 因為朱也表達了百分之百支持韓 但是朱現在講什麼 很多人包括綠軍的 也會藉機遷風插陣 就會講你也不用講了 反正你也不見得會出來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對朱王都是一種很大的傷害 但是其實他是有 反正我是覺得黨中央的角色 應該更強烈一點 因為像剛剛惠玲講很多事情 其實以前都是黨中央帶頭發動的 你想想看 如果同樣的事情是在民進黨 是在國民黨執政底下 發生這些荒唐的事情 民進黨早就上街頭了 號召幾萬人 國民黨現在為什麼沒有 因為國民黨現在每天在搞這些 搞那個徵招韓國瑜 搞這個發明很多制度 然後叫大家表態 都在弄這些 跟黨團結無關的事情 應該黨中央應該要主導 剛剛那些議題才對 都在多新的香港電視 都在國民黨 都在 closed